各位朋友好 吃了吗您的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两天讲的呢太沉重 今天讲一段轻松一点的话题 80年代社会上流行一个词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下海 当时呢这个下海呢 指的是端铁饭碗的人 或者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呢 丢掉饭碗或者是呢 出了体制内了 想呢干一番事业 自己呢做个买卖 想要在上海中闯荡一番 把这个叫做下海 是吧 当然说这下海呢 有些个呢是主动下海 还有些个呢是被动下海 不管怎么说都算下海 这个下海这个词的出处 过去的下海呢 前面还有一个词 那么叫什么 那么叫做票友下海 各位都知道票友 戏曲界的发烧友才叫票友 也就是说比戏谜呢再进一步 戏谜是业余爱好 能跟着这家伙谷呢唱上那么几段 这叫戏谜 我呢本身就是个戏谜 我可以说热爱京剧 但是我只是戏谜 要说票友的话 那咱们不够 票友呢是什么 是非专业演员 能在台上能够演出 一出两出的大戏 这才叫票友 过去指下海 就是说呢非专业的演员 对这个戏呢简直招了迷了 最后呢成了一个职业演员了 这才叫票友下海 我现在呢说这么一个例子 在二十年代有一位叫刘洪生 各位听这个人的名字呢 比较陌生 因为这个人呢是早就过世了 而且呢还算英年早逝 刘洪生嗓子高亢洪亮 刘洪生的戏呢 在二三十年代呢 家喻户晓 谁都知道他的戏 这个刘洪生的代表作 叫做三展一碰 三展是哪三展呢 展把素 展黄桃 展紫 原本展紫 这叫三展 一碰呢是什么碰碑 李丁碑 这是他的代表作 刘洪生的早年呢 那就是一个业余的票友 最后呢 下海了成了专业的演员 而且呢 开创了自己的一个门派 当时呢叫刘派 那么还有一位呢 叫严菊鹏 各位都知道啊 提到这个京剧界的四大虚声 他的唱腔呢 比较低沉婉转 他的唱腔呢 有一个形容词叫做云遮月 当然说每个人的唱腔呢 都是根据自己的嗓音 自己的条件 创造出了自己的这种韵味 自己的创了一个派 这个派叫严派 严菊严派 这个严菊严先生呢 就叫票友下海 严菊鹏呢 他过去是做官的 严菊鹏他们家的有钱 组织了一个班子 就整个是他们家 他养活着一个班子 最后啊 他简直他 他上了瘾了 他把官他那个不要了 最后啊 他成了专业演员了 这就是员派 好了 说完这个下海这个词了 再有一个词 各位也不陌生 我一说这词呢 各位都听说过这词 这句话叫棒尖 一说 谁谁谁 跟那个女的 俩人棒尖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说是 在婚外的 一男一女 俩人有婚外情 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但是呢 我要说棒尖 这个词的出处 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一个棒尖 一个刚才我说的下海 实际这两个词呢 都是戏曲界的术语 指的是两个演员 在戏台上演夫妇 戏台上的夫妇 比如说吧 武家坡 我呢 演薛平贵 您呢 就演王宝川 那么咱们俩在台上 我棒着您 您棒着我 咱们棒着这出戏 这个就叫棒尖 今天晚上 谁跟谁棒尖啊 一说 马连良和这个 张军秋 两个人棒尖 他指的是 这两个演员 今天晚上在戏台上 到现在为止 不要紧 把这句话 从台上 可就下来了 演绎成了 两个人 这种婚外情 这叫棒尖 就等于把人家原意 就给破坏了 不是人家原来的意思了 讲到这儿呢 我再多说几句 就指中国的京剧来说吧 各位都知道 这京剧呢 是200年前 徽班进京 才形成京剧 因为是在北京的京剧 这京剧呢 是以什么 是以二黄和西匹为主 而且呢 它这个是上运的 中州运 说话呢 倒白呢 它是有运头的 这个京剧呢 49年以前 到了一个高峰了 当然说到现在为止是没落了啊 是这个方方面面的原因 对不对 这些影视啊 这些个什么 就把这个京剧给冲击了 我今天要讲的呢 是这京剧 在49年以前 京剧的剧目 能唱多少出戏呢 1300多出戏 到了这个1950年了 文化部呢 有一个叫做戏曲改进局 这个局呢 局长是谁啊 是文化部副部长周扬 这周扬可是一个左王啊 这周扬啊 气得咔嚓 上来之后不要紧 就把这京剧啊 好嘛 就是这不让唱 那不让唱 这是风自修 那是才子佳人 还有鬼戏 鬼戏不能上台的 这一下不要紧 砍了很多的戏 1950年开始 一批不能演 又一批不能演 一批一批那就多了去了 一直到1964年开始 那么舞台上几乎就没有戏可演了 还不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就是彻底的不让演了 一出都不能演了 就我说的是传统的京剧啊 穿上那个行头的 传统的历史剧 一出都不能演了 实际呢 到1964年那个时候 舞台上的话 那已经到了尾声了 我这里边呢 我给各位讲一个插曲 我家呢 过去订北京晚报 我的小子 说那种北京晚报 就是两篇 二分钱一张北京晚报 两年前呢 我呢 收拾我家的书了本了的 就在一个书里边 夹着这么一个报纸 打开一看 1964年北京晚报 上面有一个豆腐块的 一个小文章 这个文章是谁写的呢 袁世海 各位都知道 红灯记里边演那个 揪山的那个演员 老戏呢 他是架子花脸 他演过什么 演过豆尔敦 曹操 他演曹操叫 活曹操 演李逵呢 叫活李逵 演这个鲁志生 叫活鲁志生 对不对 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 野朱林 野朱林那个电影呢 是三位 中国经济院的三位名角 一个呢 是李绍春 演的是这个林冲 林娘子呢 是杜敬芳 材子佳人 帝王将相 我就没演过好戏 我就没演过工农兵的形象 现在想起来呢 我这个受这个封建余毒太深了 等于他自我批判 批判半天呢 他就说呢 我今后呢 我一定学习毛主席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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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文艺座谈会 怎么怎么着 然后的话 我呢 一定要紧跟形势 以后呢 我再我也不演这个封资修的帝王将相 牛鬼蛇神的这些戏了 我要演工农兵 实际他里面说了半天 就是一个批判自己 封资修 现在的话呢 我的思想转变了 我不演这些封资修了 我以后呢 我要演工农兵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当时的话可是1964年啊 还没有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两年之后才文化大革命的 你想啊 这个当然说这是一个插曲啊 那当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文化大革命呢 就是什么戏都不能演了 对不对 最后的话只有八个样板戏 八个戏样板戏 红灯记沙家帮 智取卫护山 骑卫护团 对吧 这个我都那时候都背下来了这些戏 还有什么海港 完了之后还有什么 龙江颂 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舞剧 芭蕾舞 白毛女 芭蕾舞 红色两子军 对不对 凑的一块八出戏 叫八个样板戏 这个文化大革命是十年 八亿人就唱这八个戏 别的一概都不让唱 我呢 现在再给各位介绍一下 在文革当中 这些个演员们 几乎都上干校了 有些干校呢 是在北京市的附近 有些个呢 那么就上外地了 那就远了去了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北京市京剧院的一个演员 是高派的老生叫李宗毅 我特别爱听李宗毅的 李宗毅呢 当时就在干校的 这是1974年 接到了团里面一个通知 让他马上进京 马上回团 政治任务 李宗毅不敢怠慢的 回来了 到了这个京剧团 领导跟他说了 哎你啊准备准备 这个展黄袍这出戏啊 下星期呢 咱们呢有个彩排 一说到这儿 这儿就一脸的懵啊 这个文化大革命都多少年了 怎么又回来了 这些个老戏 这都是风自修吗 帝王将相才死佳人吗 不能要唱了 批判了批判多少年了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改邪归正了 惊喷洗手了 这可好 你又让我唱这个 我不是务必风自修吗 这个我可不干 不干 我不能唱这戏了 这家伙唱完了哪天 指不定又批斗我呢 我可不干 不干 不干 不吵 领导可就说了 政治任务 冷静下来 听我慢慢说 你们还得要唱 到时候还给你们呢 用电影的形式 把这个留下来 干什么用呢 是批判继承 把这段唱 你们留下来 以后呢 好让我们的学生 广大革命群众吧 批判用 哎呦 好吗 您说这出戏 我怎么唱啊 这都说好了 还没唱呢 这就等着批判呢 是不是我还得撅着呀 为了让群众批判这个戏 让他们这些演员 真是哭笑不得呀 不止李宗义这一个人 还有李和增 李和增呢 是高派唱过很多 比如说孙安洞本 比如说除三害 他们一想 不管怎么说 也比我成天在地里边 撅着那墙多了 对不对 得唱唱吧 也是很无奈的 说实话 李和增李宗义 他们都是在1974年 1975年 录过这么几出戏 这个戏呢 是供主席 疗养 娱乐 提供的 主席呢 是点名要 李和增和李宗义 而且戏呢 都点出来了 那个时候 可是1974年 75年呢 他要在中南海看 那可是呢 不让我们看 不让广大群众看 他一个人看 不让咱们看 哈哈 行了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就讲到这儿 各位回见了 林黛 哈哈 各位